最近,有网民发现,街头出现宠物移动火化车,说是焚烧动物,但是其可火化的最高金数为120斤。正值中共宣传的器官捐献活动进校园,有抖音博主担心器官移植在街头随时可以进行,120斤是不是够了? 多大的孩子够,多大的人够,120斤够了。宠物移动火化车,全车长5.3米,宽度2米,高度2.47米,总重量3.51吨,单次最高可以焚化120斤宠物,标榜燃烧过程无烟,无排火,无味道,并且拥有合法无害化处理资质,充分燃烧无任何杂物,平均每天可以连续火化30只宠物。 抖音国货严选博主说,发明这车的人,给他取了一个听起来很符合逻辑的名字,叫宠物无害化焚烧车,但是想问的是,这车子能焚烧动物,难道不能焚烧人吗?杀人灭口,焚烧灭迹。 有网民担心说,这不会是取完零件,脏器,后的善后武器吧。 抖音博主灰心子子说,如果这样流动的焚化车上路的话,人民的安全真的是岌岌可危。 大家想想,是不是细思极恐? 这脑瓜嗡嗡的,出门的时候,后脑勺得长四只眼睛。 如果这样的车让坏人利用的话,你想想,说是焚烧动物,但是最高金数可以120斤的,120斤是不是够了? 多大的孩子够? 多大的人够? 120斤够了? 国货严选博主表示,移动火化车对社会潜在的危害极大,请大家一定要认清现状,发现身边出现此类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着重加强防范,尤其是要看管好我们的孩子。 有网民说,目前出现的宠物移动火化车属于第四代,说明之前三代已经服役过了。 难怪多少年轻人和玩无缘无故的人间蒸发,估计与之配套的还有器官移植手术车。 请大家以后上路小心点。 辽宁江先生说,如果是小孩焚化用,那问题就大了,失踪的孩子会越来越多,终将毁掉一个民族。 上个月,中共国务院2023年12月14日公布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将于2024年5月1日实施。 此前,中共曾于2023年10月28日在武汉举行人体器官取得组织大会,但中共官媒并没有相关报道。 长期以来,中共拒不公布中国器官移植详细数据,使得器官移植成为黑色地带。 微信影音号博主Ciano表示,有个名叫《生命之约大爱传递》的器官捐献活动已经明目张胆地进了校园,极具扩张之势, 他们的活动以歌舞、戏曲、话剧等,富有感染力的艺术形式展示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的光荣和伟大, 学生们看了无不慷慨激昂,跃跃欲试。 他们还用讲故事的形式让在场的孩子热泪盈眶,不经事事富有正义感和一腔热血的孩子们受到了极大的感染和震撼, 表示愿意无偿捐献自己的器官,接受采样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你知道这么做是要干嘛吗? 因为我们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器官捐献移植大国。 当签署志愿者协议书以后,他们都将成为行走的工体,不合法的黑色供应链。 他说, 2023年12月28日,网上发现有一所小学举行红十字会登记志愿者宣誓大会, 即让未成年小学生举手宣誓捐献器官。 有家长留言,我家孩子不捐献器官,以后学校有捐献器官活动或签捐献器官倡议书,也不要让我儿子签名。 网民X认为,让未成年还不懂事的孩子宣誓捐献器官太残忍了。 网络评论员标强瑞评表示,中共为了建成器官移植大国,新增了500家器官移植医院,成立儿童器官移植学会,器官捐献宣传进校园,这中间究竟有没有必然联系? 学生频繁离奇失踪,移动焚化车将成毁尸灭迹工具。 他说,为什么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频繁密集离奇失踪? 为什么孩子一旦丢失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为什么失踪人口,尤其是儿童失踪后,不予立案? 上海市民工先生说,器官移植法2024年5月1日起施行,培训2000多器官摘取师持正上岗,大街小巷跑尸体焚烧车,鼓励三胎政策。 中共找到一门大生意,就是向全世界供应人体器官。 流亡美国的公民记者王精表示,移动焚化车是否可能成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后迅速毁尸灭迹的作案工具? 倒是不无此种可能。 因为,在一个专制独裁,无良暴力政府统治下的国家,在一个普遍人们道德沦丧,冷漠麻木的大社会背景下,任何恐怖,肮脏和让人意想不到的罪恶都有可能随时发生。 他举例,前有当街追打染疫的湖北人,强行封户封楼,垃圾车运送食物,和数不尽的草菅人命事件,移动焚化车的出现,无疑是又为中共警察增添了一件残害百姓的武器。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工业重镇深圳,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深圳龙华区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露宿街头者。 据《总裁简报》,1月6日报道,深圳以前依靠的香港,现在已经变成世界金融遗址了。 由于加工产业被转移到东南亚和墨西哥,深圳难以支撑千万规模的人口就业。 总裁简报还发布了一个近八分钟的视频,记录了深圳市龙华区和平路的现状。 画面中可以看到,在这条曾经繁华的街道上,遍地都是无家可归的露宿者。 这些露宿者与美国的无家可归者不同,他们既不是酒鬼,也不是依靠别人施舍的乞丐,大多都是辛勤的劳动者,却因经济困境被迫流落街头。 有网友说,这里看上去是人才市场,有很多外来打工的来找工作,没钱住旅馆,只能打地铺睡长等。 也有人说,由此可见,没有香港,深圳什么也不是,没有美英,香港什么也不是,而这一切都拜把香港折腾垮了的政策所赐。 还有人说,强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深圳就是一个缩影,今天深圳的衰败就是明天强国的必然结局。 深圳市民卫先生,我也找不到工作,今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了,我这种美其名曰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实际就是等死。 我以前也认识一个朋友,就是说,业务额降了一大半今年,说想关门,他又不甘心,也开了二十年的厂办。 总体来讲,成这么多年了吧,基本上也都是吃老本了,像现在这种老本不够雄厚,或怎么样子的话,那就只能流浪街头了。 深圳私营业者傅先生表示,由于制造业外移,导致产业空心化,整体来说,深圳今年的情况糟透了。 深圳私营业者傅先生,肯定是工作不好找,很多产业空心化,制造业不是外贤吗? 现在很多实体的店铺都关门了,工作机会就少了吗? 还有那个房价,也是比以前要低很多了吗?而且没人接受啊。 整体来说,比以前差很多吗?今年不同以往,今年真的是不行。 引起来说, 跟乱业属性讲解到杓业下有数据理,不是外贤的 –有数据理。 船富士教练和您说,比以前是在这种商量的作品。 要费就是安心的情况。 感谢观看